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建立一种伙伴关系 准备主导亚洲并挑战西方 它可能通向何方呢 目前他们称两国关系坚入磐石 并直言中俄将共同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可靠保障 这样的国家联盟能确保和谐吗 在圣经预言表明 东方两大巨头联手的高潮将是什么呢 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持续崛起 几乎不容忽视 几乎没有一个星期 没有这两个权势的消息出现在新闻中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一起探讨这个现实并揭示一些真理 我希望和对此类课题感兴趣的朋友们 分享一些观点和启发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 请加入我们的Coffee会员频道 以获取更多类似的信息 好 让我们开始 2023年3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土经 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会面 以加强两国关系 使两国友谊更加密切 习近平和普京称对方为亲爱的朋友 并将他们的有意描述为没有界限的有意 他们的访问是在国际刑事法院 向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罪名 发出逮捕令之后进行的 尽管如此 习近平声称在乌克兰冲突中保持中立 甚至试图将中国定位为和平缔造者 在当时习近平和普京在访问结束时 发表了一个含糊而不祥的声明 称一百年未见的变化即将到来 他们没有说明这巨大的变化是什么 而是表示时间会证明 并让世界知道这种变化是什么 当时我就在想 这是否意味着即将发生震撼世界的大事呢 当然 由于这篇稿是在四月完成的 后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事情的发展 在美国于2021年8月 屈辱地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它的地缘政治敌人变得更加胆大妄为 他们感觉到超级大国的软弱 美国在阿富汗待了20年 结果被文化比较落后的塔利班赶了出去 这就是美国在9月11日袭击事件后不久 进入阿富汗时发誓要击败的同一批人 美国撤走时 留下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甚至是成堆的现金 有新闻报道这么指出 美国的退出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反响 并以一种让所有对美国而言错误的人 更加胆大妄为的方式 更糟糕的是 美国未能与盟友协调撤退的事 导致许多盟友被迫撤离自己的人员 这给了人们一个信息也就是美国大势已去 许多国家开始在问 在这之后我们如何信任美国 我们还可以相信美国吗 自撤退以来 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对美国的反抗变得更加大胆 越来越清楚的是 美国的敌人因美国的软弱而越来越大胆 由于他们的悖逆 上帝警告古代以色列人 立位纪26章20节 你们要白白地劳力 因为你们的递不出土产 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 今天的美国似乎就是这种情况 美国的军事技术和军库 对其敌人的威慑力越来越小 生命纪28章25节 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 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 必从七条路逃跑 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这警告似乎也描述了美国目前的处境 在世界与美国的经济方面 更糟糕的是 美国债务失控 对于增税和大幅削减开支 政客们似乎无法达成协议 世界局势很紧张 对美国经济和美元失去了信心 我们看到世界对美国失去信心 并寻找替代方案 在过去的八月期间 我们看到BRAX经济集团 刚刚结束了他们的第十五次年会 根据报道 有六十个国家参加了峰会 这意味着有六十个国家 都希望挑战当前的世界秩序 如果他们成功挑战美元 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将对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强势产生严重后果 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将在以后的视频谈论这方面的课题 生命纪二十八章五十二节说 他们必将你困在你个城里 直到你所以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塔 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 上帝还警告古代以色列人 他们的罪恶会导致他们 所以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塔 其他国家将围困他们 美元的主导地位就是这样一堵墙 我们现在看到各国正是图拆除它 圣经还表明 以色列认为是其盟友的国家 在圣经中被称为恋爱你的 也将放弃它 耶利米书四章三十节说 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 你虽穿上珠红衣服 佩戴黄金装饰 用颜料修饰颜幕 这样标志是枉然的 恋爱你的藐视你 并且寻锁你的性命 美国的长期盟友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一份引人注目的声明中 他宣布了他的目标 也就是欧盟通过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等方式 来追求自己的战略自主权 马克龙进一步表示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欧洲不应卷入 欧洲不应陷入部署于我们的危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美国正在欧洲的乌克兰危机中 消耗其军事储备 现在让我们看看 中国的全球权力游戏 另一个有趣的发展是 中国正在利用其在世界舞台上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将自己定位为和平缔造者 这是历史上 由美国或其他西方大国扮演的角色 中国发起了全球安全倡议 打击那些危害世界和平的人 这无疑是中国将用来保护自身利益 和维持对其他国家主导地位的 另一个工具 中国的另一项倡议 是乌克兰的和平提议 中国正在通过控制关键的战略门户 来蚕食西方大国的主导地位 不仅在政治舞台上 而且在经济和军事舞台上 中国正在与美国对立 并控制战略门户 以主导世界贸易 在此过程中 他正在建设一支可以匹敌 甚至超越美国的军队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 创世纪22章时期 你子孙避得着仇敌的城门 但近几十年来 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海门已经失去 由于美国实力减弱 世界正在从以美国为唯一超级大国的 单级世界 分裂为多级世界 其他国家 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 正在寻求填补这一空白 圣经谈到末世的各种力量 其中一个势力 被称为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 描述了东方的一个权力联盟 将联合起来一段时间 并组建一支 由两亿人组成的庞大军队 启示录九章十四至十六节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 说把那捆绑在柏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 他们原是预备好了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马军有二万万 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 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 第六位天使 把碗倒在柏拉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 我们可能正在见证这种联盟的开始 另一个末世势力是北方之王 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复兴罗马帝国 俄罗斯的侵略 尤其是对乌克兰的入侵 正在迫使欧洲重新武装 并加速一体化 欧洲的重新武装 最终可能会产生悲惨的后果 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将世界引向自我毁灭的边缘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二节说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 迷惑多人 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戴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至四十五节中 有所描述 到末了 南方王要与他交战 北方王必用战车 马兵和许多战船 是如暴风来攻击他 也必进入列国 如洪水泛滥 又必进入那戎美之地 有许多国就被轻负 但以东人 摩押人 和一大半亚门人 必脱离他的手 他必伸手攻击列国 埃及地也不得脱离 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 和各样的宝物 鲁比亚人和古诗人都必跟从他 但从东方和北方 必有消息扰乱他 他就大发列路出去 要将多人杀秘禁禁 他必在海河荣美的圣山中间 设立他如宫殿的帐目 然而 到了他的结局 必无人能帮助他 北方王将受到被称为 南方王的权力联盟的攻击 由于这次袭击 北方王将以压倒性的力量 进行报复并进入以色列 他将用他的军队包围以色列 众所周知 自1979年发生血腥革命以来 伊朗伊斯兰政权就一直呼吁 摧毁以色列 伊斯兰政权蓄意对伊朗普通民众 进行洗脑 在政治和社会上都充满谎言 尽管哈马斯于10月7日 对以色列犯下惨无人道的暴行 但这些罪行的痕迹 似乎都在德黑兰 自以西节记录预言以来的2600年来 俄罗斯和波斯两国 从未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 直到1989年左右 波斯 也就是今天的伊朗 和俄罗斯之间 从未进行过经济和军事合作 今天 这种合作仍在继续 伊朗和俄罗斯 是强有力的盟友 两国继续加强经济和军事联系 俄罗斯是世界上少数几个 始终捍卫伊朗核计划 存在的大国之一 几十年来 特别是近年来 整个世界 特别是美国和西方国家 一直在强硬的谈论 绝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 但他们的行动 却助长了伊斯兰政权 并使其更加大胆 一些圣经学者认为 俄罗斯就是哥哥 这个联盟将在 末后的日子形成 并对抗以色列 以西节书38章16节 哥哥呀 你必上来攻击 我的民以色列 如密云遮盖地面 末后的日子 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 到我在外邦人眼前 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 好叫他们认识我 路加福音21章20节说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 被兵围困 就可知道 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 这将激起 东方和北方的回应 第44节说 但从东方和北方 必有消息扰乱他 他就大发烈怒出去 要将多人杀秘经济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世界 处于可怕的状态 并且正在迅速恶化 这会让我们忧心忡忡 但圣经鼓励我们 不要害怕 路加福音21章9节说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 只是末期 不能历时就到 上帝应许在即将到来的时代 保护他忠心的子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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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